我欢迎开肩幅子 今天给大家淘来的是一个龙骨 价格不费 大家想在操作这种带刺的 你要看到没有 戴上手套 一秒被扎着 但是因为我不怕扎 我就摘下手套来了 接下来的路盆 先找一些泥碳土的这种大颗粒 垫底 底部稍微加入一点泥碳土 用鱼稍微做一下保湿 以免咱们的热后经常流水 可以也可以用纯火山岩直接 看大家的心 接下来加入火山岩 接下来接下来呢 关键衣服来了挖个洞 挖个口 哎呦不扎我 但是因为我不怕扎 我就摘下手套来了 看没稳定性会长飞来 好朋友们这时候啊 稳定性差怎么办 我就大家一个办法 找一个木棍把它插到土里面 接下来找一个绳子 给它这样捆起 好浇水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非常耐汗的 可以稍微汗一点光照 好 好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 先把腿收一下11点挖个洞 好 接下来还是将这个棍插入喷底 接下来呢还是跟庭面一样把它记起来增加稳定性就是 好 现在这个事情呢 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像不用浇水呀 等划上两三天再浇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带汗的一种植物 等划个两三天再浇就行 这个正常光照 放旁边 好 好 花友们打个分吧 你在评论区打个分 想看什么开箱 在评论区评论私信我 我是老花一 养花对照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